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F分配期望值的求法 在教各位同学F分配的期望值的算法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F分配 两个卡方 处以各自的自由度 这就叫做F分配 那么它的几率密度函数是这样的 严格的做法来说 F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按照定义 然后要利用几率密度函数来算 那么非常的辛苦 那么由零击到无限大 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让各位同学来参考一下 F分配的期望值 它基本上来说 它是两个卡方的笔值 除以它各自的自由度出来 自由度可以提到前面去 这个是我们期望值的性值 提到前面去之后就变这样 好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两个笔值怎么算 我们笔值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 上面的乘以底下分之一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直接算出来就好了 问题是 kisquare的 它的期望值 我们已经算过了 这就是new one 这是什么 分之一 我们没有算过 于是我们来试试看 怎么样去算一个 卡方分配 分之一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现在往下来做 卡方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假设U叫做一个卡方分配 它叫做new one的话呢 那么它的导数 那是怎么算的 我们回头来看 卡方分配的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各位同学 可以去参考前面 卡方分配的基本定义 它是一个有gamma方权混在里面 二分之new的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的是 导数分之一 那么它的期望值 是不是就是x分之一 如果这里是没有的话呢 这边就是x 那么现在改成x分之一 然后照抄 这个x分之一 可以怎么样呢 后面的部分 要来去做一个合并 那么我们先来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是什么呢 是要利用后面的gamma方选 然后跟前面的来做抵消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另外等于二分之x 那么dx就是2dy 这个我们乘过去 我们发现这个dx的话呢 到时候准备要替换它 x的话呢 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gamma方选 它的定义是什么 gamma方选 是等于 这个是x的alpha减1 这是1的负x 我希望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干净的一个 所以我们令它为y 这样看起来比较简单 好 那现在我们准备把它替换掉 这叫做y 那么这边有一个2dy 写下去 这边是x要换掉 x叫做2y 我们把它换进去 好 都继续写下去 这个地方来说 x不见了 是因为这边要减2 这边的话呢 都是x的负1次方 我们并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算式 2可以把它拉开来 2拉开来 我们要准备 要把它一些不相干的东西 丢到积分之外 现在我们2跟y 把它拉开来了以后 好 我们继续往下做 2分之new 这个地方的话呢 都是跟y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要对y来积分 我们只留下 跟y有关的 来 我们继续往下换页 那么我们把前面的算式 卡过来看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目标是说 要把后面的 把它写成一个 gamma function的模式 前面有一些不相关的 我们准备 把它丢到前面去 那么这边有2 我们移到上面去 这边的话呢 y不能够动的 我们留着 这边有一个 跟它一样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 把它 2分之new1的话 y的部分 我们这边 减2就变成了 减1减1 那么最主要是搭配 搭配什么呢 搭配的就是 gamma function的模式 这边是 跟它没有关系的 我们就放到前面去 好 那各位同学看到 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为什么要减1减1呢 那是因为我们要 了解说 gamma function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模式呢 0到无限大 这是y的 如果这里是alpha 那这边就是 alpha减1 这边是1的 负y 底y 是这样的形式 所以它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 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 我们就写出来了 这边是减1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 减1减1 那这边就变成了 我们所谓的alpha 好 这边我们再看 这边是不是可以对销 这边减1 这边的话呢 是变成了 2的负1次方 这边没有了 于是我们再往下看 这两个 好像 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gamma function 它的性质 它可以把它写成 类似阶层的一个格式 减1 再来 gamma alpha减1 在一直周围复始的往下算 就类似像是 阶层的样子 那么我们这边 既然差1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一点的 把它展开来 这边是减1 这边再减1 我们发现 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对销 于是得到了什么结果 上面是 1分之1 下面是 2分之0 万减1 所以我们两个都 乘上一个2 于是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这个是结果的话呢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 我们下面 就是把 F分配的期望值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 F分配的期望值 各位同学看 刚才我们算到哪里呢 算到这里 这边是 new1 这边new1 这两个可以对销 这是什么 这我们刚刚算的 这就是 new2-2 所以我们得到的什么结果 这就是 F分配的期望值 那么也建议各位同学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试着 算算看 F分配的 变异数 是多少 我们学习 F分配 其实 F分配 很复杂 但是 我们在后面的应用 却是非常的重要 F分配 可以让我们 去检定 两个母体的 变异数 是否相等 它也可以帮我们 去做的什么呢 超过三组以上 我们都要用的是什么呢 anova 那个叫做 变异数分析 也是要用到 F分配 所以这一部分来说 F分配的话呢 主要是在应用的部分 那么 我们在做 这个F分配的 一个 一些推导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其实 只是参考参考 那么 对于 F分配 有一个 更深的了解 那么 对于我们 进一阶的一些课程 会有帮助